21号傍晚229新自强号事故发生 新陈分局和平所长王祝光与同仁们 刚好行经苏花要返回派出所 距离事发地点只有500公尺 而在得知意外发生后 抢载第一时间就抵达现场 支援紧销顺利将500多名的乘客 全数安全救回 而巧合的是 三年前的0402泰鲁阁意外 所长王祝光也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警务人员 相同地点隧道救援让他记忆深刻 满地灵灵警销人员赶往现场协助乘客疏散 看到有人背着行动不便的富人 花莲新陈分局和平所长王祝光也赶紧上前帮忙 根本顾不得自己双脚就踩在泥巴里 18点35分 目前警销人员仍持续在现场 他输除疏散受困民众 现场是大雨 现场是污泥比较厚 为了引导那些受困民众 我们警销人员就陷入在泥泥之中 22号下午王祝光跟同仁押解人犯 到地检后接获通报 新次强好发生事故 立即赶往现场 那么刚好我们的距离将近500公尺处 那我们立即分工合作 将出口处分配 一个在内一个在外 引导他们受困民众到安全处 并且引导到接驳车辆 第一时间也是第一位赶紧现场的警察 直接爬过围林进入隧道内 投入救援工作 现场疏散了500多位乘客 不光有来自外部的警销支援协助 车厢内乘客也有自发行动 我有明显感觉到列车晃动 那我第一时间就觉得列车出事了 因为有紧急刹车 而且大概晃动隔3到4秒就开始停电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火车出事了 坐在第四车厢的异销陈敬伟 解决性相当高 知道火车出事 立即确认现场情况 请乘客报警求援 但对王祝光来说 三年前2021年泰鲁格号出轨意外 发生时他也是第一位赶赴现场的警察 前几年动四动两之后 也有发生过火车事故 那本次也是第一 就是说制服第一到现场处 这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接连两次台铁发生事故 王祝光都是第一位赶抵现场 这经历经验永生难忘 记者综合报道 当时没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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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